理事 大家好 這裡是PR格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假如你一整週的訓練時間有限 假如你只能練一到三天的話 那應該要怎麼樣下去安排課表 怎麼樣下去練 才會有穩定的進步下去 主要會提到的是 安排課表的一些邏輯 然後也會有一些範例課表 讓你可以照著跟我一起練下去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給他看下去 對於我們訓練時間有限的人 我統整了三個非常大的關鍵 第一就是CP值高的動作要先把它完成 那CP值高的定義就是說 你一次會運用到很多肌群 很多關節的動作 比如說我們常說的 胸推、深蹲、硬舉 這些動作 假如你一次練的話 就可以練到很多的肌群 然後一起讓它成長上去 那研究上面也是有顯示出 當你這些動作有穩定的成長的話 其實你的肌肉量就會成長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點就是 把這些CP值高的動作先練完 然後有時間的話 再去練其他的輔助訓練 第二個關鍵就是 你要把你的主速訓練量做好做滿 然後持續的做到漸漸性浮中增加 那其實在我們肌肉成長很大的一個關鍵 就是漸漸性浮中增加 那這個包括了我們的訓練強度 訓練頻率、訓練量 你的休息時間 還有你動作的完整度之類的 都是可以慢慢的進步上去的 但是對於我們訓練有限的人來講的話 其實你的訓練頻率很難再拉高 所以我們比較能做到的就是 把你的訓練組數每一周都做好做滿 然後當你的訓練組有做滿之後 你再開始慢慢拉高你的訓練強度 或者是加入其他的訓練法 來把你的訓練量漸進性的增加上去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一個穩定的成長 第三個訓練的關鍵 就是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省時間的訓練法 讓我們的訓練量漸進性的提升 比如說我們常聽見的超級組、複合組、巨大組、RP訓練法之類的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讓我們在短時間內 把我們的訓練量衝到最高 讓你的身材可以穩定的進步下去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進入到客表安排的部分 那客表安排就是照著上面這三個關鍵的點 一一這樣子安排下去 那以一個新手來講的話 CP值最高的動作 腿部的話就是深蹲跟硬舉 胸的話你可以選擇的是臥推跟上胸推 那背的話就是滑船還有滑輪下拉 那肩膀的話你可以選擇肩推、側平舉或是臉拉 都是很不錯的動作 然後我們一開始以新手來講的話 我們目標訓練組數的話 就是一周一個部位 12組就好 所以這個客表裡面總共就會有 6組深蹲、6組羅馬尼亞硬舉、6組胸推、6組上胸推、6組肩推、3組側平舉、3組臉拉、6組滑船、跟6組的背闊下拉 那我在這邊會提供各位兩種不同的課表 一個是假如你是兩個訓練日連在一起 比如說你就是星期六跟星期天兩天這樣子連在一起練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一天練下半身一天練上半身 那假如你是兩天分開練 比如說你是星期一跟星期四可以去做訓練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兩天都練全身 因為其實假如你兩天都可以練全身的話 你是可以把你動作的訓練頻率拉高 這樣子對於我們長期的穩定進步是會比較有幫助的 但不管怎樣就是抓到一個大方向 就是你要在一周內把我們剛剛所講的那些組數全部練完 然後你就可以平均分配下去就對了 然後假如你覺得很簡單的話 你可以慢慢把你的訓練強度 把你舉的重量慢慢的提升上去 然後這個課表你就持續用三到四個月 假如你覺得訓練量其實不太夠的話 你可以每兩週每個部位增加一組的訓練組數 這樣子你的訓練量可以穩定提升 你的身材會跟著穩定進步下去 接下來我們來分享Level 2的課表 這些就是比較進階的課表 那動作選擇上面呢 像剛剛所講的那些高CP值的動作 我們還是要繼續使用下去 但是我們的強度會從原本的一組12下 變成你要加重重量到大概一組做8下的一個重量 來提升我們的訓練強度 進階著呢我會建議你之後還可以加入一些不錯的輔助訓練 比如說當關節的訓練啊 機械式的訓練或者是一些補強的訓練 腿部的話我會推薦單腳推的動作 比如說後腳抬高蹲 單腳腿推肌之類的 那假如你是追求臀部肌群的話 可以多一點臀推啊 單腳臀推 機械臀推 假如你是追求胸肌的話 可以多做一些夾胸 機械胸推 肩膀的話可以做前平舉 單邊側平舉 阿諾肩推 背部的話可以加入直臂下拉 單邊下拉 單邊滑船 手的話可以加入二頭彎舉跟三頭下拉 那加入這些動作呢 除了可以提升我們每一個部位的訓練量之外 也可以讓它更加的去達到力竭的作用 因為其實你們一個禮拜才練兩天 所以你們有很多的時間可以讓肌肉修復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每一次都盡量把每個部位練到力竭 會對你們長期的進步會比較好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 進階的兩天分開練的訓練課表 主術的話我們新的一個課表 可以先從一個部位15到16組開始慢慢的加上去 第一天的話你會看到會比較專注在腿跟肩膀 主要練後腿抬高蹲的動作 以及阿諾肩推的動作 然後測平舉的話我們會以RP的練法來省時間做訓練 RP練法假如你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RP訓練影片 但簡單來講假如你目標總共是做40下的話 就是大概拿一組可以做到15下會力竭的重量 然後你就一直做到40下 中間累了就只能休息10到15秒鐘 最後我們再練個滑輪的二頭彎舉 跟三頭下拉的超級組 兩個動作的話 中間就是不休息去練他 第二天的話主要就會專注在胸跟背 那胸的話主要會多了夾胸的RP練法40下 背的話主要會專注在直臂下拉的RP練法40下 最後再加上亞玲的二頭彎舉跟頭顱粉碎者來做結尾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兩天連續練的進階課表 第一天我們會比較專注在腿跟肩膀還有二頭的訓練 腿部的話會多了後腳抬高蹲跟單腳腿推的RP練法 然後我們肩膀會多個前屏局加俯身飛鳥的超級組 第二天的訓練會專注在胸背以及三頭肌 胸的動作會多了史密斯上胸推 或者是你可以挑選其他的機械胸推 來讓你的胸肌達到力竭 那背部的動作會多了地雷管的載握划船 或者是你也可以改成坐姿的載握划船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課表 其實他們做的組數每個部位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15到16組開始 那你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追求一個比較全身性的穩定成長上去 那當你覺得開始比較習慣然後想要提升難度的話 你可以從三個不同的層面開始下去調整 第一就是慢慢增加你訓練的重量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說的那些比較多關節的動作 你可以給他的強度慢慢的再提升上去 那第二就是你可以加入一些地減組的訓練 那地減組的話就是你做完一組的原本的重量 然後馬上降個大概2-30%的重量 然後再減接著做一組 這樣子的話可以讓你的肌肉達到更多的力竭 增加更多的代謝壓力跟訓練量 那第三呢就是你可以緩慢的增加你的訓練組數 來穩定的提高你的訓練量 大家看完了這個進階的課表 應該就是會覺得說看起來就蠻累的 那你實際去練起來的話真的是會蠻累的 但是其實因為你們訓練天就只能抓個兩天而已 所以就建議你們把這兩天撐完 你們其他的五天就給他好好的休息下去就好 那假如你真的是覺得這兩天這樣撐這樣太累的話 也是可以提高到三天 那三天的話就是把原本課表中的那些訓練 平均從兩天分成三天這樣子下去練 這樣就不會每天都練得快要爆掉一樣的累 至於說假如你一個禮拜只能練一天的人的話 其實是會非常的困難 但是我就會建議你就把這個課表的主數除以二 然後就盡量的練下去 總比你完全不做訓練還要來的好 總之呢我常常會聽到身邊一些上班的朋友 會說一個禮拜就只能練一兩天 然後這樣子要進步非常的困難 甚至會聽到說因為一個禮拜只能練一兩天 所以乾脆不要去練了這種話 但其實要是你專注的把這兩天練好 然後用正確的方式照著我的這個課表 持續的進步下去的話 其實不只對你的身體健康是好的 也會讓你的身材穩定的進步下去 那最後就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課表的連結我會把它放在下方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